沒有吃飯飯吃肉肉 NONO 都是跟你講說好好給我吃飯 七次有出來 我真的沒有碟子 好愛喔 對他們沒有碟子 會不會在他們笑好不好 對啊 你們在這樣子做一個 好大我是對我的孩子 教練要生氣氣喔 生氣 哪有力量啊 討厭耶 這部片呢 其實真的令人很感動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看視片的時候 每一次小朋友開口唱歌我就哭 對啊 你們在拍片的時候 應該有很多 尤其也實際上到天香部落去拍 應該也有感觸很多吧 其實我當作在看劇本的時候 就已經深深的被感動了 然後呢 陳秉出來就覺得 真的那個音樂這樣搭配起來 然後孩子們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奇迹別格大的那一種 真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拍這個戲 真的是一個蠻特別的經歷 像好比說 在戲裡面那個土石流的經驗 就是你根本沒有 你沒有拍戲的話 你不會做這件事情 你也沒有機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最妙的是 這是真實經歷 這不是虛構出來的 這是馬校長 真是真的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電影的魔力是在於 它很真實 它很多感情非常真實 然後還有 它帶給 它在裡面想要傳遞的那種精神 是很多很正面的力量 是每一個人都受用的 那小馬跟導演應該也是非常有感覺 尤其我覺得這個 孩子物片應該對小馬而言意義更大對不對 我們戲裡面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是因為 因為偏鄉然後那個城鄉差距 然後導致我們學校支援什麼什麼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沒錯 那我們在山上其實也有很大的感受到就是 生活對我們住習慣都市的人而言 山上好像不文明 你知道嗎 7-11要40分鐘才到 但是其實我們在上面生活的那一個月 我們深刻的感受到那個單純的美好 對 所以我在上面工作的最很大的一個感受是 那個單純的美好 再來就是跟孩子們工作 孩子們的純真 嗯 似乎有重新給男人我自己內心的那個小朋友 哇 所以三位真的是在山上住了一個月 對 快兩個月 快兩個月 哇塞 那這樣下山以後會不會 反而突然不習慣 回到五光磁射的演藝圈裡面 會不會覺得 這個節奏 那個節奏覺得 不一樣 突然有創傷症候群這樣 不會那麼嚴重 因為畢竟山下也是你熟悉的環境 只是你會覺得 山上有時候真的就是你一早起床 然後看著山就在你面前這麼近 然後天空這麼藍 雲這麼白 然後你就會真的在那一刻就覺得 原來活著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下一刻霧很濃 就是其實真的就是真的很寧靜的 很舒服的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就應該好好的享受那個當下就好 所以下山之後 回到都市沒有覺得 好想要再拍續集 然後再回到山上去 續集應該要怎麼弄 對 續集 續集能夠怎麼延伸 到維也納去表演了 對 唱那樣 聽見歌在唱 唱完歌在 一跳 欸 不錯喔 所以小馬都已經計畫好了 要繼續演續集 那導演怎麼會 會演是 英雄跟英子 就是剛好跳到 兩位來自演 在寫這個片子的時候 中間有一段時間是 放棄的 對 就放棄是真的 那時候因為我在北京工作 當廣告公司的總監跟導演 然後那時候是放棄 後來是覺得 我既然開了一個頭 我要把它 做完 當初為什麼會開這個頭啊 當初會開這個頭就是 有人想要把它拍成電影 然後就是說好 試著要把它寫劇本 那因為我是最靠近 在這一曲裡面最靠近 就好我就試著來寫 那幫當然拍電影是一個影響工作者 最終極的一個夢想 所以你會去死 然後我在看卡納的時候 看一些花絮 然後看他照片 我就覺得 他很像馬修掌 就是他們都是有那種 戰士的眼神 但是他們要講一個很柔軟的東西 對 然後這種特質 不是導演可以賦予的 就是要演員自己帶來的 他那時候拍卡納 然後後面有一些 訓練演員的花絮 我就覺得他在教他們的樣子的時候 跟我看馬修掌 他在教我合唱的時候 我是合在一起的 然後 然後那個 Ana就是 他就是我 我每次都講他 我挖一個洞他跳進來 這一次挖了什麼洞 但是那個時候很重要一點就是 像馬志強來當我的男主角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是一個氣場很強的人 然後他在現場是氣勢很強的人 然後但是在裡面 黃韻芬必須要比他氣勢更強 對 他要 他中間有一場衝突一些他要去罵 就只能找我這種女王等級的人嗎 對 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罵動 沒錯 而且 我當時的感覺是 Ella真的很生氣耶 其實我們有三個 然後一開始我沒有那麼生氣 但是導演覺得 我必須再更生氣一點 然後我就在想說 好 黃韻芬很生氣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很矛盾的心情 他是一個流浪教師代課老師 然後呢他本來的夢想就是想要當一個音樂家 可是因為他就是沒有辦法完成它 所以他就讓自己的夢想退而求幾次 然後變成一個就是音樂老師 而且他還沒有考到正職喔還是代課喔 然後如果時間到了他就得要流浪到別的學校去 對 所以他內心的矛盾是 我明明就是一個很自豪 很厲害的科班的鋼琴家 為什麼我要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重點是 我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讓我感覺就是 你們是在玩這些東西 你們很胡鬧 你什麼都不會 然後這群小孩 就是完全也沒有訓練過 然後你們還想要去比賽 然後我來代課 然後你們學校一下就要廢掉 然後竟然還要找我做這件事情 你看我現在講的都很激動 就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也是真的氣啊 對 我就生氣 所以我覺得 對 你要站在黃雲飛的立場去想這東西 那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那麼生氣 因為他其實這些東西是累積起來的 不是因為這一個事件而已 對 是他的人生經歷啦 聽說你們在戲中跟真實生活中 在這個角色裡面都是老實 因為在現場裡面也是必須要張羅小朋友 大家有分工嗎 其實我覺得很自然而然的分工 就是他喊注意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提點一下 然後黃雲飛就站出來 好 我們今天要拍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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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比較像是專注他們的心 對 然後Ella可能比較像是 比較嚴格 然後告訴他們 對 就是現場狀況是什麼 這場戲要講什麼 前因後果 所以你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你們應該要怎麼樣 其實我跟你講他們都聽得懂 他們看手機什麼 網路上那些東西 對他們都 他們的資訊都是可以獲得的 像他第一天跟他們見面 然後就問我說 欸你幾歲啊 你有沒有女朋友啊 我說 28歲我單身 隔天 你別人 你結婚了 他馬上就問他 對啊 所以其實小孩子都是大人 我們就是用大人的方式 跟他們相處 然後我也覺得說 不要覺得你們是小孩子 你們就好像可以不負責任 沒有 每一個人都要對自己人生負責 你今天來到這裡 是你做的決定 沒有人比你 那請你尊重你自己的決定 請你做好你該做的事情 因為這是你承諾我們的 我都直接讓他們講 然後我就慢慢推到黃老師 然後交給黃老師 對真的是黃老師 跟著立正低頭 我也可以想像那個 Ella在家 應該也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媽媽 其實也不是說很嚴格 我覺得跟小孩子說話 你真的就是 用大人的方式 沒有那種疊字 沒有沒有 我都直接跟他講大人的話 你要吃飯吃肉什麼的 就是 沒有吃飯飯吃肉肉 No 都是跟你講 好好給我吃飯 我說你不吃飯 你看媽媽就會 有那個氣質有出來 真的 真的 現在眼前有一群可愛的小朋友很失控 你要怎麼跟他們講話 當然對這群小孩子不會用碟字 我對他們用碟字 我被他們笑好不好 對啊 你們在這樣子做一點 教練要生氣氣喔 生氣 哪有力量 討厭燕 不會我們對他們不會用碟字 那如果假設SHE三位 是不同的老師 你會覺得他們是什麼樣的老師 我覺得他們兩個會是很好的老師 跟媽媽 因為他們也是都是會講道理的 可是如果說今天 譬如說你是鋼琴 你是音樂老師 然後小爸爸是李玉玉老師 那導演會是什麼老師 跟另外兩位 Selina跟Heavy 會是什麼老師 導演應該是那個 早上跟宋友吧 對 為什麼 我真的 我沒有辦法 他適合那個講師 討厭 我覺得Selina可能是那種 他也是會講道理的老師 可是他很會跟小孩相處 而且他非常有耐性 他比我還有耐性 然後他也很喜歡跟小孩相處 那Heavy 我也覺得他是講道理的那一種 就是如果他當老師的話 這樣 什麼老師啊 我覺得他們都是人生導師 真的 沒有特殊強強 沒有啦 誰的數學特別好啊 誰的什麼特別好 沒有 沒有耶 你們算是本色演出這部片嗎 沒有耶 其實完全不是啊 我有我壓抑 壓抑我的本色 對 因為其實我跟妳超搞笑的啊 黃玉哥在裡面 他比較含蓄一點 雖然他罵人生有氣勢啦 但是 他就是一個比較 內斂一點的女生 然後比較 拘謹 那我就沒有 我比較大類類一點 所以我就真的是比較 壓抑的那種 所以我在現場 我不會太hyper 然後我也不想要 因為我太hyper 然後跟小孩覺得說 我沒距離 我不想要讓他們魚那個句 嗯 我必須還是要有一個氣勢 告訴他們說 我是老師 然後呢 你們不要給我亂來 給我聽話 要不然我是會生氣的 欸 我回一個問題 所以妳是那種 會跟自己的孩子 當朋友的父母 會啊 但是我覺得該建立的東西 還是要有規矩 而且我很重視 禮貌這件事情 所以他如果講話不禮貌 我說這樣講話對嗎 我說你再講一次 但是朋友之間不會這樣子 但是等他大一點 我再給你當朋友 這麼小的時候 他還不懂當朋友是什麼 他如果拿捏不了那個肚 他就會餘虛 所以我把他立刻請教欺負 人真的就是要被叫了 真的 那這個看起來真的是本色演出了啦 當時顏色是比較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我看到那個拍手歌 杰莉亞 你真的是超活潑的 對 根本就是完全跟那個黃老師 是不同的樣子 我就是脫江了你的馬 終於可以綻放自我的 不再拘謹了 那我們期待看到聽見歌在你上之後 還可以唱完歌再跳 好 謝謝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